大家好 每年的6到10月份都是新疆最美的季节 当然很多朋友来新疆通常都会选择水土肥沃 且风景更加秀美的北疆 但其实南疆也有着壮美的景色 今天我们就是来到了南疆 将会从阿克苏出发经过喀什和和田 最终抵达塔什库尔干 那么在这个旅程当中去带你领略一下南疆的壮美 当然这次的行程也是带着任务的 我身后一排排广汽丰天的车型就是我们要去驾驶的车子 而他们都是双勤混动的产品 在这三天超过1600公里的路程里 我们要去检验他们的油耗水平以及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第一天的行程会相对辛苦 我们要从阿克苏前往号称世界御都的和田 此行的必经之路就是著名的阿和沙漠公路 全程424公里 南起和田市的御龙喀什镇 北街阿拉尔市南口镇 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欲有中国最美沙漠公路 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 沿途无限的沙漠风光 偶尔两侧还能看到有小龙卷风 的确别有一番风味 现在大概是晚上的7点半左右 外面还是非常的亮 第一天的行程其中已经开了500公里 还有200公里 然后我们预计大概可能10点左右才能到就这样了 第一天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长的 也比较辛苦 但同样也给了我非常充分的距离和时间 去体验这台Visa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驾驶 尤其是双勤版 就是一个四驱的车型 在这么长距离的一个驾驶过程中 这台车有两个印象给我留的非常深刻 第一点就是这台车的静谧性表现 确实它作为一个丰田旗下比较豪华的车型 我觉得这台车它在静谧性的表现 的确是达到了一个豪华车应有的水准 像是我们现在在这种高速公路情况下 基本上是100公里每小时去巡航的情况 你可以感受到其实车内的这种风噪 包括整个发动机的声音都被抑制的非常到位 那唯独能听到的大概就是一些比较低频的路噪 但并不影响车内的乘客正常交流 整体的一个NV制表现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它对于震动的抑制也很好 因为这台车它有前后双电机 所以它在起步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利用电机来去推动车辆 不需要有发动机的这种抖动去介入 当发动机想要去介入的时候 其实车辆已经运行起来一定速度 然后发动机也并不至于有太多低频的震动 这样的话整个感受起步更加的轻快 同时也没有任何的震动感 开起来就和一台纯电车型是相差无几的 第二个感受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于 丰田的这套TSS的制行安全系统 也就是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这套系统其实在丰田很多很多车型上都有搭载 丰田也是一直以来非常注重这套系统 并且非常努力的去完善这套主的安全系统 具体的使用感受 说实话 它们的交互体验真的不太好 因为当我们开启之后 只是在屏幕上会有一定的小的图标 去显示你的速度包括跟前车的距离 它没有很多新势力品牌上那种 可以显示前方是车辆 还是说卡车 还是说行人 那种相形的实时渲染的画面 科技氛围这种营造确实不是很到位 然后可能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直观 但说实话 论实际的使用感受 这套系统面的还是非常棒的 对于车道线的识别 包括整个加速及减速的这种线性程度 确实是让你能够用起来很踏实的 也的确能够在这种长度驾驶的时候 真的很大程度减轻驾驶的疲劳感 并且能够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第一天的行程终于是跑完了 这次我们一共是行驶了677公里 在一天的时间内 一共跑了得有接近12个小时 从早上9点 现在已经是到了10点的一个时间 但天还是亮着的 这点还好 具体跟大家汇报一下 它的一个实际油耗 我们这次的一天中的600多公里 基本上90%都是沙漠公路 也就是高速公路 我们都是顶着80和100限速去跑的 它的一个实际目前表显的油耗 为4.4升每百公里 这次我们做的油耗测试 还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很慢的去行驶 还是非常符合大家实际的一个用车需求 总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速油耗的表现 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接下来的两天 我们还会有大量的国道和山路驾驶 再去看一看这台Visa它的油耗会不会增加很多 以及它在具体的这种实际场景下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第二天的行程是从和田前往喀什 几乎全程都是高速并没有多少风景可看 全天行驶了500多公里之后 又是夜里90点钟才到达酒店 而且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次行程 我们对于车辆的测试过程是全程不熄火的 所以对人和车都是一场考验 经历了一晚上的休整 紧接的便开启了第三天的行程 我们会从喀什途经白沙湖盘龙古道 最终抵达塔什库尔干 一路路况复杂 驾驶难度增加 但随之带来的风景也变得更加多样且壮美 白沙湖海拔3300米 相传西游记中的沙松老家就在此处 日常时候这里湖面如镜 风景秀丽 景观令人陶醉 而每当有进风吹来的时候 白沙山都会发出响声 故又称作响沙山 来到白沙湖 宁静着帕米尔高原的明镜 心灵好像都被净化了 当然行程还要继续 从白沙湖继续南下 就来到了著名的盘龙古道 全程75公里 有超过600多个弯道 且几乎都是180度以上的掉头弯 30度左右的坡道 悬崖峭壁无缝连接 上坡下行接连而至 这条公路还有个出名的标语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弯路 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这一次路程中 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盘龙古道 这条路真的是远看 拿飞机飞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壮观 当然对于车辆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毕竟这里的海拔接近4000多米 又是连续的发卡弯 加这种上坡路 对于车辆的动力 包括整个操控的感受 其实是有着非常大的考验的 这台Visa 其实在这种路况上面去开的话 首先它的动力感受是够用的 但是我们需要去调动它比较高的转速 尤其是在这种上坡 接上发卡弯之后 你在去弯心之后 想要去出弯的时候 接一个大的上坡 还是需要比较大的出力的 然后这个时候发动机的噪音 会比较明显的传扰到车内 会有那么一点影响 车内的这种驾驶质感 关于发动机的噪音问题 也是丰田的这套混动 一直以来的一个短板之处 而同时在整个操控感受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 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因为在这种很难的山路里去驾驶的时候 整台车对于侧颈的意志 还是比较到位的 重心转移并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包括说它的整个转向 以及车头的那种响应度 作为一台SUV车型里面来讲 还算是比较灵活的 走起这种连续发卡弯的山路 也还算是得心应手 但是如果说是大家自己过来玩 走这条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整个路况还是不太好的 包括说它的道路是相对比较窄的 在这种玩心的情况下 如果你去汇车的话 很有可能对象车道会有这种强盗的情况 一定要小心驾驶 经历了三天的行程 我们驾驶Visa的总里程超过了1600公里 路况多样 高速 国道 高原 盘山路几乎都有射击 最终综合油耗定格在了4.7升每百公里 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 在如今高油价的时代 不得不说是真香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天对于这台Visa的一个体验感受 首先是这台车的外观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在这疫情中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关注 你可以看到整台车的前脸 尤其是它对于这种运动的态势赢得还是比较到位的 很类似于丰田自家的Super 而且它又不是用那种很硬挡的线条 去营造那种很刻意的运动感 还是比较混乱天成的 包括这整个侧面及尾部的造型 也决然没有SUV的臃肿和油腻感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在设计层面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在这一个超过1500多公里的一个试驾路线上 这台Visa的驾驶感受也是非常不错的 足够的舒适 好开 平顺 对于它30万车型的价位 这些其实都是它应该做到的 相反我觉得在同价位车型里面来讲 这台Visa它在空间方面其实并不占优势 因为它为了去营造一种比较有力紧凑的车身 其实它的车子的体积并没有做得很大 所以如果说你是家庭用户 需要有多人的出行需求 那么这台Visa可能不太适合你 而如果说你就是两个人或者说三口指甲去使用 那追求的是精致感和这种外观的独特性 那么这台Visa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